另外来关心这个真的大家对多来到讨论的是 金门的二胆岛26岁的上宾 游游游啊游到了对岸去 而且表达他不想回来了耶 天哪 好 另一位陈玉珍就说 诚信事编呢3月9号 失联当天早上6点多 人其实就已经在海边了耶 而且呢过程中 他有打给台湾一些 有一些现象让人真的恐惧怪怪 百思不得其解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至于林莹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呢 发现是因为欠银行30万元吗 陈玉珍说啊 那个只是爸爸妈妈知道的部分了 哦 看起来不排除 有挖出更大的坑的一个状况了 那相关人等呢 则透露说 其实陈姓上宾呢 他击欠了地下钱庄的 这个巨额的一个债务 问题 看起来是没办法解决 连他的爸爸都不知道 儿子到底欠了多少钱 好 这件事情其实震惊了全国 那立委陈玉珍就透露说 上宾表达他就不想回台湾了 但不想回来的原因不知道 另外呢 目前大陆同意 让家属过去探视 我们首先确认的他是在大陆 平安的在大陆 那第二个我们后来确认了 他在厦门那边安置着 然后吃好睡好一切平安 第三个我们后来 我们就询问大陆那边说 那可不可以让家属去探望 昨天得到的讯息就是 可以让家属去 就是可以让家属去探望 然后他表达他不想回来的意思 大概大概连日来的讯息 大概就是这样子 他不想回来的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他去的原因 大概当然就是 我说得过就是年轻人 在这个年纪 也许承受了一些压力 但是如果你长大 又回头来看 那些压力不是那么大压 这不是军中的那个管教 各方面军纪的问题 就是个人的一些压力 那其实就是可能承担这样的压力 在那个年纪 年轻嘛 二十几岁 可能就觉得承担不行 然后就想要脱离那个环境 好 最新的联系来关心的是 刚看到目前正式 陈信上兵人在中国大陆 那退赴会的主委冯世宽 他认为在日经新闻 将退役国军共敌说时 这位上兵不知道 什么原因到中国 所以他非常的感慨 这是非常不好状况 更多的国会内容 我们时间连线家瑜告诉大家 各位最新 那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退副会主委冯世宽 到立法院被选的时候 是针对这个金门的二胆岛的上兵 是不是游到大陆逃到大陆 甚至不想回来 这个议题做最新回应 他有说他其实是希望 交给国防部来做回应的 不过在这个敏感时机点 在日本产经新闻爆发说 九成的退役军官共敌一说 让他相当的不满 怎么会在消息爆发之后 又爆出来说这个上兵 游到大陆去 这不是给他自打脸的感觉吗 所以他感到相当的感叹 而且除了感叹之外 其实也针对这个黄埔军校 以及就是说 是不是有退役的军官 到大陆参加 这个黄埔军校的活动呢 他也说了最新回应 带来听 让国防部来回答好不好 因为我都没有 没有关系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有两个基金会 要咨询吧 我都在准备这个 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不好 在日本的产经新闻 讲我们这些国军干部 如何如何 最后他是一个上兵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到了大陆 这个时机是非常不好的 就问你说 次呼吁说 就是要共体时间 不要去中国参加 这个黄埔军纪念大会 但是吴思怀委员 他说宪法保障人民自由 甚至说不要什么事情 都想到处战 在我的内心讲的话里面 没有一句话提到统战 我去大陆二三十次 我也没被统战 好对于退役军官 是不是集结到大陆 参加这个黄埔的活动 被联想说 是不是统战的一个行为 他也是强调说 他自己过去到大陆 二三十次了 并没有被统战 连他都没有被洗脑 或是去邀请这些资讯了 那这些士兵 这些退役的军官 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他除了强调说 这个军官的立场之外 也针对说美台的毁台论 也做了回应 现在是不是台湾跟大陆 如果打起来的话 美国会摧毁 台湾的半导体失业台积电 他就说了 他其实不看这些新闻的 他只针对退附会的事情 来做回应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形 我们先将镜头交演给同内主播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 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